坟墓里突然走出一个男人 但大宗听着他只穿了一条短裤 你壮着胆子问他在干什么 他却不耐烦地让你离开 说你打扰他睡觉了 说完就钻进了坟墓里 第二天一看还真是做坟墓 起初你以为他是流浪汉 要对他进行救助 可是叫了半天也没人答应 难道他是盗墓贼 就在这时 墓门突然打开了 他让你等一下 说要穿衣服 不一会儿大叔就出来了 你说明了来意 但他却说自己拥有千万豪宅 并不需要救助 但眼前这个邋遢的大叔 怎么看也不像个有钱人啊 正在你诧异的时候 大叔非要带你参观他的坟墓 这里通了电 而且木板做了防水处理 下雨的时候不会被淹掉 大叔还热情地点燃了松针 并说这是真正的松香 他还让你欣赏外面的风景 但是你现在更好奇的是 他拥有千万豪宅 为什么还要住在坟墓里 大叔说我想静静 静静真是个奇怪的人啊 为了打消你的疑虑 他带着你去了他的家里 果然是一座大房子啊 妻子很快为他准备好了丰盛的饭菜 而你也从他妻子的口中得知了真相 原来大叔年轻的时候 在大城市打拼 但他厌倦了忙碌的生活 因此搬来了农村 并在这里找到了内心的平静 最后大叔表示 不管你的房子有多大 也不可能有他的世外桃源这么清静 他从死亡中学到了活着的价值 你学到了吗